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佛画课程的经典故事时间 今天我们要看的故事是 一寸虫 小朋友知道一寸吗 一寸非常的小 你可以拿池来量量看一寸到底多少 小小一寸虫随时都会有被敌人鸟吃掉的危险 可是呢 它却总是难避开危险 身体这么小 力气这么小的一寸虫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这个故事里 主角是一条身体很小 一点力气都没有的小小一寸虫 它有很多敌人 像是鸟啊 母鸡也喜欢 只要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鸟吃掉当点心 可是啊 一寸虫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 总是难化险为仪 因为它知道自己有一个很得意的用处 它会用自己的身体去量东西 所以 它遇到了危险啊 它就用这个长处 来帮敌人量身体 量尾巴 量脚 转移敌人的注意力 然后 就怎么了呢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说这个故事 到底这个一寸虫啊 怎么样呢 化险为仪 不被这个鸟吃掉啊 好 接着我们来开始看 故事 有一天 一只鸡鸟的鸟 看见了一条一寸虫 闭律律 像是竹母的宝石 停在小树之上 它正要一口吞掉它 小朋友发现一寸虫在哪儿啊 啊对啊 在这里 这根叶子很像啊 它的颜色 好 不要吃我 我是一寸虫 我很有用 我会量东西 真的哦 去跟牛说 那你来量量我的尾巴 那我们一寸虫说 一 二 三 四 五 五寸 你看 你的尾巴 五寸 真的呀 只跟牛说 我的尾巴是五寸长 然后 在这一寸虫 它飞去别处 早也要量一量的鸟 哦 它来到了火鹤 一寸虫量了火鹤的镜子 看到了吗 然后呢 量完之后 它又去找到谁了呢 它量了大嘴鸟的灰 大嘴鸟的灰 好 它就要嘴巴在这里 好 量完了 它又 找到了谁 哪一只鸟呢 哦 仓露的脚 仓露的脚 在这 它一寸 慢慢慢慢的量 哦 又找到了谁 又找到了谁 而至鸟的尾巴 就知道 它慢慢的量 一寸一寸的慢慢量 哦 还有蜂鸟的全身 哎 蜂鸟就比较小只的感觉哦 你看 这个一寸从大家身上 感觉这蜂鸟也没有那么的大哦 有一天早晨 叶鸟遇见了一寸从 量我的鸟 叶鸟说 鸟 要我怎么量啊 一寸从说 不知量东西 不量鸟 量我的鸟 要不然我吃掉你当点心 叶鸟说 赶紧 一寸从想到了一个点子 我愿意试一试 它说 开口唱吧 哦 这个一寸从想到了什么样的点子呢 到底它能不能逃过这一节呢 会不会被这个延迟掉呢 它到底要怎么量 小朋友想一想 想到了吗 它怎么样去量这个歌 想到了吗 那我们来看这个聪明有智慧的这个一寸从 怎么样子来量哦 怎么样子 用它的智慧来逃过这一节 叶鸟开口唱 叶鸟开口唱 一寸从动声量了 你看一寸从在哪 在这了 继续哦 我们看下去 它量啊量 量啊量 量到 现在跑到了地上咯 一寸又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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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量到不见终影 小朋友 它逃走了吗 它逃掉了吗 因为它已经不见终影了 表示这个夜音啊 是不是还在继续唱它的歌呢 所以啊 你看这个一寸从 是不是量到最后 自己也逃走了呢 它是不是很聪明啊 好 我们的故事说完了 你能想象这个小小的虫啊 如何它能在鸟中 这个之间啊 周旋一次又一次 保住自己的性命呢 它是不是 哦 只要鸟一口 就会把它吃掉 可是它都逃过 它都逃 逃过这一切 所以啊 这个 这个人 一寸从啊 它是需要多大的勇气 和智慧 那这本书啊 它在迷人之处在于 随着故事的推移 一寸从的任务啊 越来越艰巨 当夜音要它两个孙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故事最高潮的地方 听故事的孩子们 哦 你们有没有睁大眼睛 刚刚有没有在想 它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逃过呢 有没有被吃掉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坏的命运啊 嗯 嗯 想一想 想知道一寸从 能够拿出什么样的智慧啊 当然 这也是要一眼一配合哦 因为一眼一太会唱歌 它就一直唱一唱唱 它要展现它的歌喉啊 所以呢 这个 一寸从就刚好 运用它的智慧 知道它很爱唱歌 所以 我就一直量 一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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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离它 远离它 是不是就逃走了呢 哦 这个 李奥尼啊 这个作者画了一寸从 爬过红鹤弯弯的脖子 昌入细长的脚啊 聚嘴鸟的慧 哦 这个图画中展现了鸟 它有很多不同的特色 哦 它就用这一寸从 在量它们每一个动物的一个特征 哦 而当那些鸟的眼神 紧盯着这个一寸从 为什么要紧盯 因为它是它的食物 所以它的眼睛都会盯着 盯着这个一寸从 可是这一寸从有害怕吗 没有 对不对 它勇气可佳哦 你就会发现这些图画 不仅美的令人赞叹 而且呢 充满戏剧的张力哦 所以哦 我们随时啊 都会遇到许多的困难 也有很多时候啊 我们可以动动毛呢 去运用一些智慧 啊 往往比动手啊 花上力气更有用哦 好 我们透过这本书呢 是要教导小朋友呢 也可以看得到智慧的力量 是这样的大哦 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哦 请小朋友用心完成影片的欣赏 那如果你还喜欢这个 老师分享这个一寸从的故事 那你也可以上网 打这个网子 你也可以连接到 那也有不同的故事的分享哦 好 谢谢你妈妈 祝大家快乐 顺心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